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叫做用神改变时 我一个客人 他就原本他的一个用神都固定的 然后我就突然跟他讲说 有某几个月你的用神要改变 这几个月他就碰到了 他就真的就去使用 可是他就说 老师 为什么 我最近都很不顺 工作上也被人家念 遇到一些是是非非 甚至连基本的睡觉也都睡得不好 老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就问他一件事 为什么用神我会突然叫你改变 为什么用神我突然叫你改变 为什么 因为怎样 当然是运势已经改变了 因为他的运势已经改变了 他已经不是在走原来的那一种运势 而且这个改变是非常非常大的 一定是不好的运程 所以我才会叫你改变一个用神去对抗这一个 不佳的这一种的运势 所以他过得不顺 那是理所当然的 各位 我们在批命的时候 我们会跟客人讲说 你几月到几月的时候 其实会碰到不顺的一个情况 哪方面的不顺 那跟他讲 跟他讲了以后 这时候我们会说 在大多数 你可能都是用某个五行 在这一段时间 你要改变 用某些五行 这一些用神 其实我说过了 他并不是要来改变你的命运了 他是要让你的命运的影响力 增加或减少 所以当每次我只要跟客人讲 他说我的用神会不会改变 我说我会找一个几乎不太会改变的用神给你 但是在某几年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 你必须要用哪一些五行 我会这样讲的原因是 因为在那几年来讲 他的运势变差的一个情况 会非常非常明显 所以他在那几年会不好是正常的 各位 那几年他不好会是正常 只是我们利用空间上的一个五行 来去让这一个人 不要走到最差的那一步 各位 所有的五行受伤最差的 最严重的就是死亡 各位 所有的五行受伤最严重的状况就是死亡 死亡是最没有运的 当然我们就希望说 不要让人家走到这一块 就是说例如你破财 不要去严重到家破人亡 不要去严重到家破人亡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透过一个用神的一个改变 来去帮助当事人 衰运一定是会到来的 衰运一定是会到来的 因为我们并不是在改变你的运势 只是说该来的时候还是要让他来 不要那么痛苦就好了 还要不要解 不好运总是要让他来吗 你不要说全部都不好运都变成好运 哇靠 这样子来说的话 人生都没有衰运过 对不对 就很像一个人身体很健康 从头到尾没生病过 一病就是大病 甚至一病就隔屁了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在这一块来讲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解 就是说 你这个用了你就会变好 对 他会变好 但是他来讲的话 他是怎样 你还要照你的运势走 我批你不好的时候 你还是要不好 只是用这个来讲的话 只是没有那么不好而已 你批你好的时候 你要好好的加油 多用一些 可以让你的好运再多加分 所以用神的本质 他是不改变你的运势 该怎么样 他就是怎么样 他不是改变你的运势 他改变的是运势的影响力大小 好运能够加点分 坏运能够降点分 让你在每一波好运能够强一点 每一波的衰运少点分 这样子加加减减 加加减减起来 以后人生最少正分的部分会比较多 所以各位 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说用神不固定 用神不固定的原因 他就是在于他五行流通会改变 五行流通会改变 他就会造成一个运势的一个改变 在绝大多数的时候 都可以用一个五行来稳住 用一个五行 绝大多数的时候 各位你的用神是基本上不太会改变的 基本上 但是在某几年的时候 因为那种五行排列完完全全不一样 很有可能 变成是你本来没有日主受克 变日主受克了 这一种情况下 那就会不一样 他的用神整体性他就会改变 所以来讲的话 一个正常的人 大约他很有可能 每10年当中 可能就会有2到3年 他的用神会不太一样 因为时常我们会因为五行的一个大运 或者是流年 这样一进来的时候 改变了整个运程 把你的整个五行流通做一个大变化 你的运程 本来没有日主受克 变日主受克 很有可能 你的用神就必须要再做一次的调整 各位要了解到这一块 所以用神的一个改变 他就是在于八字他是活动的 八字他是活动的 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一辈子不太需要改变 因为他可能是属于比较偏用印的 用笔的 这两种的 其实基本上他的用神比较不容易改变 但是他的用神假如是偏食伤 财 官的 这一边就很有可能会改变 因为印笔来讲 他对于日主受克的时候 他依然还是有帮助 但是对于这一些用神的时候 他对到日主受克的时候 他可能就没办法用 他就必须要返回来在这一边去使用 所以来讲的话 你的用神是印笔的 通常 你都说老师不是用神会改变吗 老师说基本上不太会变 为什么 因为他就算是你在日主受克 他还是一样是可以用的一个用神 所以各位你会知道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用神 他是随着运势改变以后 我们会给他的一个下药 其实就很像医生看病了 知道你得什么病了 我给你一个药 然后去医治这个病 是一样的 所以 当然你得到不同的病 当然我们会给他不同的一个用神 去帮助 他会是 所以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一般在取用神的几个方面 这是我们一般的一个选择 但第一种当然就是天干地支 要共用的五行 第一种 我们希望天干地支都可以加分 所以人会用第一种 第二种叫做 假如天干地支没有共用的五行 这种八字很少 这种八字就是那种很极端的八字 可能就只有两种五行而已 他的八字非常的集中 而且很极端 他就可能会发生这一种事情 天干是水 地支是火 可能两个互克 两个互克 那来讲的话 他可能就没有什么共用的一个 五行的一个情况下 他就要以地支为主 这种情况很少 第三个 日主授克 以日主为主 所以这个是三个取用的一个原则 三个取用的一个原则 三个取用的一个原则 根据这原则 当然他一定是批完命以后才来考虑的 所以五行派的取用 绝对是批完命 批完命以后 我确定的你是这一些运程的 我自然而然 我自然而然就能够怎样 帮你去了解 你该怎么去使用这一些五行 各位 所以你是其他派别的 说真的 你是取用派的 你就不要在这边留言 你会被人家笑 为什么 因为五行派的取用 是最后才取用的 所以说观念不一样的时候 各位看清楚 看清楚 我们的派别 中荣医的派别就是五行派 也就是说 他所有的观念都是以五行派的角度在出发 所以五行派不看神煞 不看格局 他自然对神煞 对格局 他就是赤之以敌 你是学神煞派的 你就不要来批评五行派 因为派别不一样 归他的一个观念就是不一样 而是要说 你们要怎么样去把命批准 这才是重点 因为毕竟来讲 各位 这一些 靠这些在批命害了人的案例 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所以重点 不是说 你这个什么不准 而是你要去强调 你为什么会准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我才会跟各位一直在拍影片 去强调五行派 他最主要的重点在哪里 他所看的是什么 他为什么又不看其他的东西 因为他要的就是一个用最简单的方法 去判断失误 他靠的是五行流通 所以 当他靠五行流通去判断失误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发现到有很多东西 而且是跟传统学派互相抵触的 例如生煞 例如生强生弱 例如格局 他有很多都会怎样 完完全全的跟传统学 会互相抵触 所以当然而言 学五行派的 他对于这些派别 他就是怎样 不太会去使用他们 因为他就是重 五行深刻 你的派别重的是什么 请你们自己去了解你的派别 重心是在哪里 去发扬那个重心 那个才是真正对八字 有正面的影响 不然的话 大家都把互相攻击来攻击去 不是这样吗 但是真正的 对八字有正面的影响吗 没有嘛 对不对 你假如能够跟我一样 每天你就用你的派别 然后跟人家介绍 神煞怎么用 格局怎么用 然后每天在那边讲 案例是什么 而这案例你不要乱掰 对不对 我相信也很多人会认同 了不了解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五行派的一个用神概念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